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成员主带 进行鼻子 对她说 好看 之后 对她说 成员主带 成员主带 对她说 好看 中国lingen现在 deswegen的危险7段 reward 8 muscle fertilized grown until he has better Р'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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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添昼 Deus cómo et al iconcer shepherd 另中方 benché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 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现 到当初之旅别家世 到当他一心中呢 那么一年三继 原爆了 原爆了西方当你 地匆中 荣臣传地秀 到当他一心中呢 那么一年三继 原爆了 原爆了西方当你 地匆中 荣臣传地秀 到当他一心中 那么一年三继 大胆虎 对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像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笔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前面就是观现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像是一样的 就像是一样的 在我身上的 就像是一样的 就像是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完了一佛上师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第九评里面的证悟空性之和评 是十点八道的道理 若以心众名 所为爱所爱 喜旧此时人 谁将此此时 殊胜殊当身 谁为轻于有 若我当受持 一切如虚空 从此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证悟空性的时候 一切得失为主的世间八法 都不存在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生意当中 进行观察 一切诸法的自行 在这个时候 你要寻觅 在事物的本体当中 到底人们所执著的 这些存不存在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 在明言当中 众生的迷乱显现面前 所有的德 识 这些都是有的 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人 患德患失 忙忙碌碌 漂泊不定 为什么呢 为了今生的生活 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忙碌 但是 这是没有通达生意空性的人的角度而言的 如果真正按照 《般若空性》里面所讲的那样 龙猛菩萨和约生菩萨 几天论思他们的眼角当中 所提到的那样 真正去通达一切万法的本来实现 在那个时候 绝对不可能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事物 在真实心当中是存在的 那么在这里 如果我们去寻找 在真实意当中 有没有爱和所爱的任何事物 还有这个世间当中 离开了人世的死亡 以及已经降生了的 将来会生育的 还有亲朋好友等等 有没有呢 绝对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如虚空一样的 所以我们作者 几天论师发心 像每一个众生 不要如实的这种忧伤 痛苦 一定要像到达我这样的境界 几天菩萨一方面发愿 让奢侈众生 奢侈我们可怜的 为真无空性的这些众生 是这样的一个偈颂 谢谢大家 左低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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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空性当中 所有的相就得不到的 了不可得的 实际上在这些相得不到的时候 世间人们特别去执著的 从世间的下意的角度来讲是爱情 感情这些也是真实意当中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但是在明年当中确实是怕伤害无数的人 我们口头上说没有存在 但实际上很多凡夫人 在这样的感情网里面真正能自罢 如今的世间当中也是非常的困难 很多人都受煎恶和痛苦 有这种现象 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 犹如指造劲 患自伤其心 然后内见也如是 爱见上众生 在佛经当中说 如果有些人自己造作劲 然后伤害自己身体 就非常的痛苦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内心的劲也是如是的 内心的劲是什么呢 就是爱的劲 爱的这种劲已经入于心 那就是很难以拔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许许多多的众生 为了爱情 为了世间的男女的相去执着 非常的痛苦 当然这是从侠义的角度来讲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我们所有的贪子都可以叫做爱者 那么我们在生意当中寻找的时候 爱执着者的人绝对也是不存在的 所执着的本体也是不存在的 任何什么人我也好 法我也不存在的 法我当中 我们讲感受的时候 其实爱实际上它属于在感受当中 它这种感受也是在真心当中寻找 也是得不到的 坚持实行义 云和爱不灭 前面我们刚刚学完了 我们讲受的过进行观察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见到了一切万法 本体都是不存在的话 为什么不灭除对众生的这种贪爱 对事物的这种贪爱 所谓的这种爱 必定可以遣除的 因此在真实义当中的确也是 所谓的这种爱和贪执也是没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感觉小指摆 跟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指摆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 为什么 是不是小指摆掉 我想勇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不吝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用圣意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我们七世界的所有的形成不存在 最后灰灭也是不存在的 尤其是终生世界 终生世界的话 更开始的时候它的产生也没有的 就是前面通过几个理正方法 已经破完了 无论是以自生 他生 共生和无因生都不常理的 既然它的产生没有 那世间当中它的存在 暗住也绝对不可能有的 如果这两者没有 那么我们世间人说 这个人已经离开了身间 他已经去死亡了 死亡的这种说法 也是只不过是众生分别念面前 就开始执著而已 实际上人的死亡是没有的 最近出现特大地震 然后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还没有死去的人 就开始为他们痛苦 伤心 这些也是密言家乡的角度而言的 我们正在做梦的角度来 将做个噩梦而已 实际上在真正的本体当中去寻觅的话 生死全部都是没有的 最后 但愿了寂天论师 用金刚语来加持我们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显露出了他的无上的深深境界 就说到了 说是 愿所有的这些可怜的众生 整天都是要么贪执爱情 要么贪执亲朋 或者对生死特别害怕 执著的那些人 一听到地震来了 大家都极其的痛苦 伤心 特别害怕 整天都是在外面露天 宁可下雨 但不愿意住在自己的 很好的屋子里面 这就是我们没有 通达生意地的这一群人 所以祈祷寂天菩萨 让我的这种境界 无生无灭的境界来摄受 摄受这些可怜的 天下无边的众生 其实这种境界 真的是非常的广大 犹如虚空一般 虚空无有边际的 养殖地卖人员生意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那么下面讲第二个 也就是证悟空性以后 为证悟空性者生起大悲心 首先讲的今生当中他们受苦 今生当中这些可怜的众生 没有证悟空性的话太可怜了 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 主要对这些众生生悲心 证悟空性有所认识 有所了解的话 没有证悟空性的人 一定会生起极大的悲心 这是一个规律 以前阿底下尊者也是说了 只要证悟空性的话 他一定会对可怜的众生生起大悲心 然后自己绝对不会造恶业 那么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通达了 一切不执着的这种空性的时候 看见我们世间上无数的人 整天都是为了谋求自己的一些 微不足道的利益 然后就开始奔波和勤奋 但是他们怎么样竞争的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对敌人 面对敌人开始进行争斗 然后为了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欢喜 就开始对他们做各种不如法的事情 因为争斗和欢喜这两个因缘所导致 很多的人们对怨敌产恨心当心烦淫乱 然后对亲人生起贪心 欢喜心 执著等等 也是生起各种各样的痛苦 总而言之众生都是每日每刻 都是为了希求自己的目标 有时候产生极大的忧伤 有时候产生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 凡是在轮回当中互相为了资利而辗转 或者说争执不息 或者互相谋杀 以及互相争斗等等 在整个世间当中 造出各种各样的恶业 而这样的生活来 完成自己的一生 这是我们可以说的方言 看看整个世界的话 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不过如此了 他为求的目的是 就是短暂的精神 为什么是短暂的精神呢 就是自己想获得快乐 全是为这个资利 是因为最获得快乐 全是为该很快的 就是为了香港人的体育 人家人的体育 我��想是中国人的体育 是不是亨人的体育 因为现在是周围的 因为他们身边的体育 你不那么快乐 我解释一下 効律 都是对 你1000人的病毒 yourself no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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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生活 每天都是为了自力而争夺 为了自力而犯这种痛苦 就特别的苦恼 看见众生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出家人的清净生活 有些出家人虽然他不一定争得空性 但是看破这个世间之后 他的生活应该说是有很多的轻松 应该流的泪比很多的在家人 谋求自力的人想比较起来 应该说是减少很多的 所以我想正无空性的真正作用 对别人生不生起真正的利他性 但这种利他性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要利他生起来的话 就是生这种悲心 生这种悲心看到苦难的众生 平时看见一些愚蓝者和痛苦者 如果他们没有饮食 他们没有不管是在间接上 行为上 或者说是生活上遇到任何的困难 只要是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 尽情尽力地帮助 这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 光是口头上说是发大菩提心 发大的菩提心 实际上行为上是没有做 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对可怜的众生生起悲心方面 应该说教理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关键看看我们 平时在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喘息和修行 当你遇到一些困难者或者痛苦者的时候 心里面不会有翻译的 如果你平时一方面对空性法门有所认识 然后另一方面对世间当中很多的众生 根本没有通达空性的意义 然后根本没有通达利他的重要性 这两个我们前面也是引用四百论的教证 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一定要重视这两个 对空性的道理没有了解的话 我们所作所为都是被十字束缚 所以不能解开迷惘 不能解开迷惘 如果我们没有利他的心 所作所为都是围绕自己 把自我作为中心 中心电视作为自我 在这样的三位当中所作所行的一切意义不大 因此我们要抛开自私之类的心 去开是执着的心 以清净的心就尽量地帮助众人 然后自己平时也应该安住在这种空性当中 不仅有可能是圆子 最终能解开 不终能解开 这么多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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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